大家好,我是顾爱秀禅 这个视频呢,咱们终点对自动驾驶华为概念古今梳理 好,那么只做技术分析,压力支撑,不作为买卖依据 首先呢,想讲一下自动驾驶华为概念它的一个逻辑 首先呢,这一次像周五的时间华为概念移动 让呢,无人驾驶方向呢,出现涨停潮 但是呢,这一次我们会发现它本质上炒的并不是老牌的行动员车方向 列个像比亚迪、宁德时代、阳光电源、通微股份等等 它并没有得到资金的一个青睐 反而更多的是,主要是集中在两个核心点 第一个核心点呢,是智能驾驶本身 好,第二个核心点的话呢,是与华为合作的一些供应商 或者是得到华为技术支撑的收益的一些企业 所以都以这样的一个线索呢,来进行不断的挖掘 那么呢,列说像华阳集团、亚太股份、思维图形、军生电子、华为股份 华锡股份 好,像永信光学、中海达、陆畅、科技、北汽南谷、长安汽车、广汽集团、硕制任正 那么呢,咱们来简单的快速的看一下 像华阳集团,它本身呢,是有雄厚的技术支撑 完善制造系统和左右的品质保证 那么它对应的像压力支撑 压力的话呢,再参考前面的颈线位 好,我们来看华阳集团 那么对应的话呢,列说像压力可以参考的像前面的颈线位的位置 33块钱的位置 那么支撑的话呢,可以参考5000均线附近 也是呢,留下的缺口 也是呢,前高 这样呢,可以用5分钟角度来讲 中枢上沿 对应的一个节点呢,是属于29块1 好,那么我们再往下面去看的话呢 列说像亚太股份 好,亚太股份呢,对应的 它的一个支撑参考的是下方的这样的平台 也可以呢,把它作为像上 在周四的高点的位置 5块6毛5 好,那么它上方的压力的话呢 对应的前面是一个压力平台 那么前高 好 大的一个方向呢 它就属于这样的一个底部平台整理 好 那么像四维图形 四维图形的话呢 它是国内第一家获得高精地图甲集资的公司 此外呢,积极推进智能汽车大脑的战略 那么呢,它的一个技术特征呢 是属于大的平台下沿 附近开始启动 好 然后呢,像军生电子的话呢 它对应的是属于 底加华为概念 就属于 智能,就是汽车智能化 底加华为 那么它的一个节奏点的话呢 我们来看像军生电子 像这样的个位呢 我们来看 它也是呢 从13块4毛5以来冲高 涨到23,12块7毛3 那么两次的话呢 回落它都打到低点附近 就那历史的前低在17块9附近 那么当前的话呢 它也是一路单边下跌,跌到指数呢 获得一定的资金吸筹 获得一定的吸筹的一个现象 好,这是它的一个技术特征 那么也就是前低呢 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支撑 那么呢 压力可以呢 看到22元上方 22元以上呢 是一个重要的冲码区 套牢冲码区 好,这是军生电子 好 那么再往下面呢 像华西股份 华西股份的话呢 对应的 它的一个技术表达 它也属于超跌反弹 好,华西股份 好 那么这样的一个个股的话呢 那么再向前低 对应的列数呢 在7元左右 它是乘压的 然后下方的话呢 5块5毛9 然后呢 有一个小的平台 然后呢 向上 它是处于涨停之后 还增荡两天 量能还在 那么下方的话呢 它也可以以手摆7站的位置 作为这样的支撑 上方呢 本来就有这样的压力 空间 其实当前来看的话呢 空间并不大 上方的压力比较重 好 那么像永兴光学 永兴光学的话呢 对应的 我们来看永兴光学 像这类个股的话呢 它的一个技术表达是属于 叠压一定的磁性因素 磁性因素的话呢 我们可以这样去看 再往上的话呢 会偏离五军 但是呢 上方 它是属于压力比较轻 因为呢 当前获利充满在99.9%的这样的阶列 结合技术的一个表达的话呢 那么 潜高48块9毛5 是要考验一下 然后呢 低连和低连相连 近期的话呢 高连和高连相连 也可以把它作为一张收敛 成交运突破 好 这是永兴光学 那么再往下面去 看到像中海达 中海达的话呢 对应的 它的一个技术表达呢 是属于大的 这样的一个鞋箱上的 上行通道 或者是大的箱体的下沿附近 那么也面临这样的一个资金 洗手的一个现象 那么股性的话呢 整体来讲还是比较活的 好 那么再往下来像路畅科技 路畅科技的话呢 对应的 它是属于潜高有压力 然后呢 前面这样的一个压制 然后呢 属于 鞋箱上的平台 有个加速的一个气象 好 那么像北汽南谷的话呢 对应的 它是与华为 就是 子公司北汽新能源 与华为 于2019年1月28日 在北京签署了全面 业务合作协议 是属于战略合作方 好 那么它的一个技术表达的话呢 是属于这样的一个 又一个平台的突破 那么在历史前高的节点呢 它是技术承压 好 像残骑车的话呢 对应的 它也是与中国移动 中国物联 中英物联 华为签署战略协议 那么这里面呢 它对应的是属于 持月下跌之后出现的手把 那么下方有这样的一个鞋 向上的平台作为依托 上方的话呢 对应的参考114令军线 好像广汽集团的话呢 与华为也是签署深化战略协议 好 那么它的一个技术表达的话呢 像广汽集团 广汽集团呢 它的一个技术表达也是属于 我们来看 列宋呢 可以把它作为低电和低电的相连 当前的位置的话呢 它是属于低电和低电相连 在这样的区子深圳附近 然后把历史这个阶段的高点和高点相连 它对应的也是一个交叉点 好 那么上方的话呢 对应的颈线位的位置是一个重要的压力 这是广汽集团 好 那么再往下呢 像数字认证 数字认证的话呢 它是除了数字货币方向之外 还关于物联网等技术 与华为展开呢 也是属于典型的华为概念股 好 那么呢 像香油泵 它是属于华为的二级供应商 二级供应商的话呢 对应了我们来看它的一个技术表达 好 香油泵 好 那么像这样的个股的话呢 当前它也是属于有一丁的资金洗愁 洗愁过的话呢 那么上方在114年均线 也是前面有这样的一个箱体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平台 冲高回落 再冲高有这样的一个五分钟级别的中枢 那么对应的话呢 在37块5附近呢 它也是有这样的压力 在37块5上方也是有这样的压力所在 好 那么下方的话呢 可以把它低点和低点相连对应的话呢 它是一个筹码密集区域 这个区域呢 可以作为支撑区域来去看 好 那么再往下的像德伦电子 德伦电子呢 是属于华为与公司控股子公司签署 合作备忘录 那么这里面的话也是属于华为概念 好 那么它的一个技术表达的话呢 是属于超跌反弹 然后呢 有这样的一个持续的平台突破 小的平台突破 那么上方的话呢 在也是呢 在13块钱附近 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小的前面平台 结合了114年均线 它是有这样的压力所在 那么下方这样的一个平台的话呢 低点和低点相连 对应的是它的一个支撑作用 好 那么像任何软件的话呢 我们来看任何软件 任何软件呢 像这样的个股 它对应的一个技术性表达是属于 好 从15块5毛5的位置 一度单边下跌 跌到7块8毛9的位置 当前的话呢是属于 冲高回测不给心低 然后呢有一个还涨 近期的话呢是属于 量能不断抬高 mscd的话呢 刚刚上零轴 那么像这样的个股的话呢 它是存在这样的一个轮动 或者说存在这样的一个 向上加速的可能性 那么像上的话呢 那么一 先看144年均线 然后的话呢 仅限位 好 12块6 但是这类个股的话呢 它重要的是当前的量呢 还是保持方大的 一旦的方量之后再缩量 那么就是一个防范的风险点 好 那么我们再往下面呢 像四维图星 刚才已经讲过 好 那么呢 像明德电子 好 四维图星 那么像明德电子的话呢 它对应的是属于 也是呢 专注于自动驾驶领域 新型智能汽车电子服务商 也是呢 华为的重要合作伙伴 那么像明德电子 明德电子 它的一个技术表达的话呢 它也是属于 持续性的调整 调整过之后呢 它已经到了前面 低点和低点相连 好 这样呢 高点和高点 这段相连 它属于这样的一个 震荡相体的 前一相体的这样的一个 平台位置附近 好 上方的话呢 像景线位 然后呢 当前是属于144年均线的压制 好 这是明德电子 同时的话呢 用出马的一个视角来看的话呢 它也是有 显示一定的资金在进行吸筹 好 那么我们再继续呢 往下面去看 像 好 北信元 它的一个技术表达 刚才已经讲到过 好 那么在周五涨停项中 像北七南谷也好 长安汽车 明德 电子 陆畅科技 香油泵 华阳集团等 其实呢 也是属于 同属于华为概念股 那么呢 当前也说呢 它真正市场炒作的一个核心逻辑呢 它主要针对于像 自动驾驶方向 以及呢 像华为技术支撑的 或者合作的 这样的一个合作商 或者收益的 它并不是老牌的 这样的新能源吃 所以说呢 这一块 要有这样的一个 清醒的认识 这是市场资金的一个选择 也是呢 消息的刺激 所以说呢 咱们今天呢 对华为 以及呢 像智能 自动驾驶 这方向呢 给出一个梳理 好像长熟七配的话呢 它是 也是属于 自动驾驶方向 而且呢 底下一定的 一级支撑 属于呢 周五的时间呢 是属于这样的一个 一致 开一致板 它属于是内龙头 好 然后呢 像北极南谷 这样的个股的话呢 它是属于 有这样的机构的 涉足 好 那么这是咱们今天呢 给它 对应的 是一个梳理 那么梳理的过程当中呢 大家自己让去观察 只作为 从技术的一个特征 压力和支撑 以及呢 整个板块的一个逻辑 在就是呢 挖掘的一个方向 不作为买卖依据 好 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点击关注 同时的话呢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好 再见